美俄等唯一空间站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国际空间站 是由美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共同建造的 很遗憾16个国家中没有中国 因为一来中国当初经济落后 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太过烧钱 二则是美国反对中国加入 警惕中国成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不得不说美国有时候眼光很毒辣 中国的确有潜力成为世界强国 并且在美国百般打压下还是壮大了 16个国家合作而成的国际空间站 当然是个好东西 在科学研究和 但是要在空间站排查出直径约为0.1毫米的小孔 实在是太为难了 只能初步将小孔定位在俄罗斯的新陈服务舱 其实去年的时候 国际空间站就被查出了漏气问题 但是今年的8、9月份 服务舱中的两个漏气口 但是漏气依然在继续 在人航天计划执行主任 谢尔盖·克里卡艳夫表示 但是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却快要站起来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 航天航空事业也在高歌猛进 长征7号、天宫2号、神州11号、天州1号 搜搜搜地往天上发 为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全体航天人拼尽全力 力争在2022年左右完成空间站建造任务 代替国际空间站 鉴于当到2022年 中国极大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